接下來 我們要請長官貴賓致辭 我們請主席敬邀長官為我們致辭 掌聲歡迎 各位來賓 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我們東華民國貴神台 為我們致辭 臺灣省政府 林兼主席 本職也是行政院的政委 臺灣省治理會的議長 還有各位省治議員 還有中科 環體局 楊居長 我們省政府政務委員長 還有檢夫委員長 各位同仁 包括議政署 林署長 還有各縣市政府的代表 各縣市議會的代表 包括許市長 宋議員 還有好多位來自 包括中南部地區 被部約有光明的 在這裡特別一起來祝賀 臺灣光復67年的紀念禮 總統特別要代表他 向臺灣省政府 還有臺灣省治理會 全體同仁 表達臺灣省政府的祝賀 和感謝 剛才在唱這個紀念歌的時候 特別提到 張登劫財 喜陽明 民國34年10月25日 我們慶祝臺灣光復 我們慶祝臺灣光復 讓臺灣 澎湖及副屬之島 都能把1895年 你們對日本所割據取得的 終於在1945年 就是民國34年 經由八年抗戰的勝利 重歸你們中華民國的代表 所以當時 張登劫財 喜陽明 他才唱的這首歌 破口有一句 中華民國 地久天長 不能忘 所以今天是中華民國 101年的光復獎 我們看看過去 從34年的10月25日 也就是光復獎 政府就頒訂了 臺灣行政長官公組織 組織條例 到36年4月 行政院會通過設置臺灣省政 到民國46年 書簽到中心新春 這在當年 使臺灣地區不只風光最明媚 位居臺灣的地理中心 而且有完整的規劃 讓他成為花木服輸 景色謙憂 而且民風存福善良 所以能夠在臺灣省 省政府的全體同盟 在這個中心新春 中心寶地 能夠帶到臺灣地區的各項重大政策 而就在中心新春 比臨不遠處 在悟風設立了臺灣省議會 由於臺灣省府省議會的通議合作 把建國先列先行所遞照背中華民國 他要實施的影響 我們在臺灣這個島嶼上 真實的貫徹 民生樂利 民主政治不斷地揮防發揚 而我們國人都能夠在雖然沒有天然資源的環境下 舔手知足 奮發努力 克服重重的困難 遞照了舉世稱憲的臺灣奇蹟 我們看看歷次 不論是亞洲金融風暴 或者民國97年 從美國紐約華爾街引致的金融為盡 政府都因為因應得盈 能夠轉為為安 經濟重新獲得提振 社會得到安定 所以我們相信 目前雖然歐債的風暴尚未完全平息 全世界經濟成長趨緩的情況 還有待改善 我們國內也同樣面臨 許多政經情勢轉變的壓力 所以不只是政府 要加緊做各項 振興經濟 讓風平社會能夠更具體的實現 我們民間的企業 各方也都各盡其力 我們相信一定能夠克服 許許多多的考驗 讓臺灣真正做到更安和樂立的地步 所以這中間 我們省之議會也在成立這幾年來 從民國88年7月1號 臺灣省政府成為行政院的派出機關 省議會也因而改制為省之議會 但是政府 敦聘的在各縣市 不但學養優秀 了解民意 而且關心民謀的才俊之士 擔任省之議會的議長和議員 來自各方的省之議員 也都在定期的會議當中 或其他接觸民眾 了解民情之後 分別用提案 建議 轉報給行政院 由各部會積極地進行各項民生 交通 教育 文化 各個領域的改善 可以說省之議會 傳承了臺灣省議會 非常優秀的傳統 這個傳統還會繼續 讓我們臺灣民意 有一個非常具體有力的發言管道 配合民選的立法院 還有各縣市議會 各鄉政事務代表院 在民意機關 相對應的監督和協助 各級政府共同努力 我們過去很明顯地 在國家各個層面的努力上 在全球都獲得相當高的肯定 拿國家競爭力的評比來看 不論是IMF 或者瑞士洛杉磯國際管理學院 我們臺灣的國家競爭力 在全球一百五十幾個 受評比的國家當中 近三年 是從第十三到第八到第六 今年最新年是第八年 第七年 美國投資風險評估公司 它對我們全球一百九十八個經濟體 評鑑於臺灣 這兩年分別是全球投資風險最低 也就是投資最可靠最安全的 第三和第四年 最新的一個 我們看到世界銀行 它對於全球一百九十八個經濟體 評鑑金山環境 好獲得不好 我們也從去年二十五年 提升到全球第十六年 就是今年的新成績 距離我剛接任的時候 我們總部進步了六十億元之多 這三年大幅的要升 這都是全體國人和政府 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我們相信只要我們團結一致 但是中華民國就會更受普世的尊敬 臺灣就會受到更多的歡迎 各位朋友也了解 下個禮拜四 十一月一號 美國就會對我們持有中華民國護照 我們的觀光客有免簽證的領域 對美國來講 中華民國臺灣是它第三十七個免簽國 對我們中華民國來講 美國是我們一百二十九個國家或地區 對我們免簽證的國家 美國這三十七個包含臺灣 其中三十個國家是歐洲的 只有其他的不是歐洲 澳洲 紐西蘭就再兩個 日本 韓國 新加坡跟文蘭 剛才講的就三十六個 中華民國臺灣是第三十七個 它是我們第一百二十九個 中國大陸雖然邦交國很多 可是給它免簽的國家 沒有超過三十個 二十七個 這就說明只要我們努力 捍衛自由人權 立行民主法制 在內政上更充實社會福利 像我們現在把教育 要從一百零三學院開始 由九年要延長到十二年 而且從去年開始 已經對私立高中高中 跟公立的不但拉平 學費的差距 而且今年開始 高職已經免學費 而且向下衍生 五足歲以上的 到入小學之前的 學齡前一年的 進入幼拖展合以後的幼稚園 也是免學的 這個都是希望 加強我們未來人才的培育 來發展臺灣的情形 所以我們一方面要多培育人才 讓臺灣好還要更好 另外這裡的兩句話很重要 以臺灣為主 對人民有利 就是馬總統最基本的施政的信任 也因為這個信任 我們宜蘭的蘇澳 南方澳的漁民很關心的 我們有兩位宜蘭籍的 甚至有各個子弟 都很了解 釣魚台 它不但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也是臺灣 附屬在臺灣的島嶺 所以當臺灣被割據出去的時候 釣魚台是附屬在臺灣底下 被割出去 當臺灣在1945年光復回來 我們把失去的臺灣英國帶來 當然包括釣魚台 不管它在被暫演期間改了名字 但是孩子畢竟還是我們自己的孩子 這個是總統在昨天的臉書上 他特別提到 釣魚台也是附屬於臺灣的島嶺 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這個臺灣的孩子 在幽默的時候被割出去 該名現在還割出去 這是天公地都的事情 所以我們希望以臺灣為主 對人民有利 就是包括每一寸該有的土地 每一寸該有的土地 我們都要保護它 不只是主權的維護不能讓 餘錢的維護 更要保障 漁民的基本的權利 這是我們以臺灣為主 對人民有利的重要的主線 包括今天要頒獎表揚 基歐的文史教育人員 還有基歐的鄉土教育 鄉土的文史教育 還有有關社教跟藝術有功的人員 今天的表揚 也都是在愛護臺灣 愛國家的大的方向底下 省政府所做的有效的作為 對於這幾年來 林政務委員兼臺灣省政府主席的 帶領省府的同盟 要表示肯定 對於李源泉議長同省資源的貢獻 要表示感謝 還有我們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 現在看到唐執行長 還有西府執行長 跟相關的同盟也在此地 所以要一併表達誠摯的感謝跟肯定 各位為臺灣所做的努力 總統不但感謝 而且已經交代從中央各部會的全體同仁 尤其是行政院 一定要全力支援 臺灣省一切需要建設的各個層面 讓臺灣能夠更進步 讓中華民國更能夠永續發展 最後祝福大家身體健康 工作順利 萬事如意 謝謝 謝謝 感謝副總統的致詞 封請副總統頒發 基憂文史教育人員獎 臺灣省政府為了感謝基層文史工作者 長期的默默更渝 熱心推動文化教育達分工作 在今天 拜託基憂臺灣文史教育人員 基憂臺灣鄉土文史教育 以及藝術社交友工人員的表揚活動 首先讓我們熱烈鼓掌 歡迎十五位基憂文史教育人員 上臺領獎 並且恭請副總統頒發獎狀 第一位新竹縣竹中國小何寧欣校長 恭喜副總統頒 一位新竹縣竹中國小何寧欣校長 恭喜蘇老師 第三位新竹縣竹中文史惠老師 恭喜劉老師 第四位 楊綠縣竹中文史惠老師 第五位張華信進行國小何寧欣校長 第六位 恭喜邱老師 第六位男恩口寫 加密國小何寧欣校長 林鄭老師 我們要加快速度 一位負責統領 一位要公務 第七位 林林寫大科何寧欣校長 林鄭老師 第六位 感謝非常欣校 林鄭老師 禮尼彭老師 五十 宗 chaotic 第六位 林鄭老師 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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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鄭老師 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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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位 西主審 方文國中 柴惠毅老師 第十四位 最佳一世 寧祖國橋 石中和校長 現在我們要請民舊總統 贈送民進給基督人員一簡介 一位受獎的代表擊手 因為副總統必須要共同 我們現在恭請副總統與受獎人合影留念 並且請林主席一同合影留念 各位 我們要把握時間 珍惜這非常難得的機會 並且練得副總統的公務時間 好 搶鏡頭的請快點 好 搶鏡頭的請快點 各位以熱烈的掌聲 恭送副總統 謝謝各位 請各位我們以目光跟城市的心意 來恭送副總統 請各位以目光以及城市的心靈 來向副總統致敬 不要耽誤他的